8點多 將近9點 媽媽圈的3歲女兒 綠燈過斑馬線 準備去上學 小女童蹦蹦跳跳 走到半路 突然後面一輛休旅車撞倒 再從背部重重一面過去 救護車趕到現場 女童趴在馬路上 粉色書包噴飛 沒有呼吸心跳 媽媽則是被休旅車拖行 壓在車底下 但車重1.6公噸 8名路人也抬不動 扳不動 因為車子太重了 所以就要把車子往後移動一下 讓那個人移開不要被壓到 他們是同方向 他是說他沒有看到他 新人地獄死亡車禍 發生在台南北區 中一路三段和成功路口 8號上午9點左右 休旅車左轉 疑似A柱阻礙視線 把母女撞倒再輾過去 三歲女童頭部重創 當場死亡 媽媽則是卡在車底奄奄一席 肇事女駕駛是名孕婦 懷胎17周 當場驚嚇過度被送到醫院安胎 怕在斑馬線上 怕到要落尾 還有我都要這樣拿 我做這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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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女走斑馬線 被撵過一死一重傷 實際來到事發路口 砌機車磚行人縫隙 不理讓沉的家常便飯 儘管說法加重罰金已經上路 新人地獄依舊持續上演 接下來觀賞 王書宏台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請按讚